其實我這次去 我發現他們的咖啡和香港價錢是差不多的 其實一個中杯咖啡 中尺寸 都講28元人民幣 如果回到港幣差不多34元 其實和香港的價錢差不多 但我留意到我周遭不但坐滿人 他們一樣在玩他們的電子手帳 一些電子書 他們的購買力很好的 很厲害 很厲害 但我會留意 相對於人工和舖租 它應該比香港低 在那邊我看到香港的報章的報道 Starbuck和美森開始分開了他們的政策 Starbuck從美森拿回他們在華中華南地方的經營權 全資去營運他們內地的Starbuck 這方面我也看到外資都會比較看好一些我們餐飲的業務 最近這個月又發生了一間叫做百姓的餐飲集團 它又出差不多6.5元錢 是想私有化這個小肥羊 所以你看到外資都一直看好一些我們叫做餐飲連鎖業的辦法 我覺得如果在這個時候市場已經是下跌的 又下回去大約2萬2千多點的時候 我覺得不妨可以留意下半年 如果CPI的指數又不是上升那麼高的時候 一些餐飲連鎖業的板塊大家是可以留意的 除了你推介的內需餐飲板塊之外 其實股市也是剛才說過一直都是橫行 其實沒有什麼板塊或者基金自己推介一下 我最近留意到一些天然氣 先排油價升到超過100元上 其實天然氣都沒有什麼上升 但最近天然氣我發覺資金又回到那邊 在這陣子市是回調的時候 天然氣又慢慢又上升 我覺得如果在基金層面要分散風險的時候 我覺得俄羅斯是可以考慮的 因為俄羅斯的石油和天然氣佔了 他們是出口六成的 GDP六成 接下來如果天然氣慢慢上升 我會覺得對它有利的 加上天然氣的排污 排放的污染物相對都是少的 即是相對嫌昧的那些少 是的 教一下你用一個新的方法 即是投資基金有一個策略 不如跟我們講解一下 你的分散風險是怎樣的 其實我今天想介紹的風險 就是一個叫做rebalancing strategy 中文是叫什麼呢 中文的 strategy就是叫均衡的調控法 這個節目我留意到 通常都是講一些股票 或者一些市場的資訊 其實我想跳出來 其實在做投資的時候 其實可以做一個叫做資產配置 這個資產配置是怎樣的呢 就是不是單單只是買股票的 其實股票以外還有一些債券 或者商品 或者是一些money market 其他的板塊可以分開 把你的藍雞蛋分成不同的藍道做投資 是一個5050很簡單 我就選了兩隻基金 一隻就是股票基金 一隻中國增長的 一隻就是環球債券基金 兩方面都是用100萬去投資 5050的比例就是 兩邊都是放50萬 你看一下2007年 股票基金大約有75%增長 而環球債券基金大約是11% 在50萬的投資裡面 第一年它有大約是376000的利潤 去到總加87萬多 另外環球債券基金就是55萬多 加上總媒報是140多萬 相對於你100萬的投資 第一年是說140多萬 但是我們這個資產配置 再看下去 下低一點 我們就是配置些什麼呢 我們就配置回去 50%在債券基金 50%在股票基金 將它分開的時候 你看到87萬多的股票投資 只剩下715000 那些錢去了哪裡呢 其實就下了債券基金那部分 我們叫做鎖定利潤 去到2008年的時候 全球金融海嘯 中後增加股票基金 它就跌了53% 相對於環球的債券 還有7%的增長 如果用一個配置了投資 你會看到70多萬 70多萬都是輸了大約30多萬 剩下33萬多 而債券基金那部分 還有少許增長 到76萬多 你的本金總額 都還有110萬左右 將這筆錢 又是5050了 今次就在債券基金那裏 拿出來 放回股票基金 留意這部分 其實你保本的 放在債券那裏 這100萬在2009年的時候 其實增長了 全球股市大反彈 是增長了95%的 這個股票的基金 而債券基金就是18% 那你看一下 一個50多萬的投資 又去到100萬了 那個總數又去到170多萬 相對於下面沒有做投資 配置的方法 你看一下 只有150萬的人 是 這個方法 既可以穩定增長 二來又避免了市場的大幅波動 你可以再看看去年 2010年 大家都牛皮的 好像債券基金 股票基金 都是11%左右 相對來說 都有100多萬的回報 好 麻煩你Patrick 那麼詳細的分析 今天大家想重溫節目內容 可以上以下這個網址 想請教專家 也可以發電郵給我們 今天到此為止 明天再見 多謝 拜拜